而加以牙里山的丰山村石谷盘风景区呢 当地有不少鲍鱼类的台湾长宗山羊 但现在呢却发现当地有不少山羊感染了戒险贫肤病 遭茫掉光然后病死在山区之中 居民就相当的担心 因为这种贫肤病呢 不但是会传染给其他的家庭 甚至会被传染给人类 因此呢当地居民就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来处理 避免疫情扩散 被民众发现了这只台湾长宗山羊 中毛已经全部掉光 身上也呈现灰白色 还可以明显看到许多病斑 动物医师采样检验后发现 这只山羊因为戒险蛮虫感染了皮肤病 医师说这种皮肤病 不仅家庭动物都会传染 连民众接触也可能因此染病 尤其近期来在阿里山丰山村 已经发现数十只病死的山羊 当地居民担心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疫情恐怕会持续扩散 当中山羊是台湾特有种的动物 也是台湾唯一的野生牛科动物 一般都在海拔200到1000公尺山区活动 平常以树叶为主食 近年来保育观念增长 数量也不断增加 山区交客偶尔出现在游客面前 只不过如今传出疫情 当地居民不仅担心健康问题 更忧虑恐怕会因此影响到 阿里山的整体观光 民事新闻郑荣文嘉义报道